复理箱一名77岁长者骑乘机车的时候 因为身体不舒服自摔倒在路边 远警见状立即呼叫救护车 还好及时救援没有酿成灾害 警方表示这名长者是独居 他很担心长者独自一个人回家会有危险 因此警方还亲自把老人家送回家 复理箱一名77岁长者骑乘机车的时候 因为身体不适自摔倒在路边 远警见状立刻呼叫救护车 还好及时救援没有酿成灾害 远警表示这名长者是独居 家中没有人远警担心长者独自一人回家 有些担心就轻松返家 确认没有安全之余之后才放心 分局长陈慧文说 卫民服务是善计的工作 警察平日除了维护治安交通之外 对于卫民服务工作更是便以同理心来对待 在这里也提醒连长者 独自驾驶交通工具应该要注意自身状况 以免行驶当中因为身体不适而发生意外 记者高雙雙互相采访播等 明镜需要您的按照 如果您纖州